大家好,我是Leo 雖然今集是關於情人節,但我不會很膚淺地要想應該要買什麼送給人 我們這裡當然要討論一些更加深入的話題 從小到大的情人節都看到很多人要送玫瑰 究竟玫瑰和情人節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有這麼多種玫瑰? 為什麼一萬元一摘的玫瑰都有人買? 玫瑰除了用來送外還有什麼用呢? 那我們就由玫瑰的歷史講起 玫瑰是一種多年生的木本植物 3500萬年前已經出現在地球上 不同品種的玫瑰在歐洲、亞洲、美洲、非洲都有 而有紀錄就說人類大概在5000年前就已經開始種植 在埃及的古墓裡面也都發現過石化的玫瑰花瓣 在Rosa這個屬裡面大概有300多個品種 而經過人類玩弄了幾百年的玫瑰 現在就有上千上萬的培植品種了 所以你看到有這麼多不同顏色、不同形態 就是經歷了很多年期人工培植出來的 在古希臘神話裡面 象徵著愛情、美麗和性愛的女神 阿芙羅的蒂、阿芙羅的蒂、阿芙羅的蒂 也都是象徵著玫瑰的 而在神話裡面也有提到 因為阿芙羅的蒂在意外裡面 不小心被白玫瑰的刺刺傷了隻腳流血 而令白玫瑰變了鮮紅色 而隨後的古羅馬時期 結婚的新人也會帶上由玫瑰整成的花冠 相信就是這個時候 就把玫瑰和愛情拉上關係了 但除了這樣 他們還喜歡玫瑰到一個點 會把游泳池的水換成玫瑰水 要坐在鋪滿地下的玫瑰花瓣上面 吃飯和搏東西 沒錯 是不是很奢侈? 而且過節的時候 要和奔客一起 在由天花板跌下來的玫瑰來個花瓣沐浴 而農民就為了滿足這個這麼高的 demand 而去種玫瑰不去種食物 完全演繹了有錢真是任性 但之後隨著羅馬帝國的基督教化 玫瑰成為了聖母瑪利的象徵 都出現了玫瑰經的土紋 而玫瑰也都因此成為了純潔、美麗、生命的代表 在歐洲的玫瑰品種 其實並不像我們現在的情人折送花見到這樣的 它們比較大朵 開花的時候比較圓 香味都非常之重 但花期短 一年才會開一次 這些品種用來做香水就非常之適合 但做插花就不太好 當歐洲的品種不斷地集交和人工培養 根據每一種花的特點去挑選下一代 就培養到一些很出名和很特別的玫瑰 例如大馬士格的玫瑰 和千葉玫瑰 但在十八世紀末 有一種新的品種傳入 加入了一種很特別的元素 令到整個玫瑰世界走出了一條新的路線 這就是由中國傳入的中國玫瑰 Rosa Sinanis Rosa Sinanis的花雖然不是很美 也不是很香 更加不是很抵得冬 但它們的特點就是 會由夏天開始不斷開花直到秋天 在中國也有另一個名叫做月桂 代表著每個月都是一個季節 每三十天就開一次花 我自己就沒什麼在香港買過花 真是沒聽人這樣叫過 Rosa Sinanis和歐洲的品種又再集交 培植了很多新品種出來 甚至出現了一些有茶香味的玫瑰花 T Rose 而且整棵植物變得更加長和紮身 更加適合於插花 而到了1867年 這一年將玫瑰花芥 由舊世代轉成新世代 因為這一年由一個法國的breeder 成功地將不斷開花的這個特點 好像得成女傭地融入家中 培養出可以不斷開花的茶玫瑰 命名為La France 這一種玫瑰 就跟我們現在在花店買到的玫瑰非常相似 而隨後人工培植的品種 很多都保持著這個特點 和很漂亮的花嵌形狀 而且也有很多不同顏色給你選擇 還有一些很小的花 但是一摘地生的玫瑰品種 也有一些可以在人工幫助下 可以攀長的玫瑰 玫瑰發展來到今天 除了插花 所以要種植玫瑰之外 她都很成功地成為原景設計的一部分 在拿破崙大帝橫掃整個歐洲的時候 她老婆Josephrine很喜歡玫瑰 所以就順便搜羅了很多不同地方的玫瑰回到法國 而還在自己後院建造了一個玫瑰園 在Montreo的植物園 也都有其中一個在北美最大的玫瑰園 佔地六萬平方米 大概有九百多種的培植品種 夏天六七月去參觀就對了 順帶一提 如果你花園又種玫瑰 春天的時候就可以收回八至十二寸 因為新運種的玫瑰都沒那麼頂得到 如果不收回凍死或者受損了的枝 她就會一直死到落底去到根 那整棵玫瑰就會變弱了 除了觀賞和插花之外 玫瑰的價值大家都很容易想到 玫瑰花瓣可以用來做精油 但大概二千朵花才製造到一克的精油 真是很貴珍貴 而在途中製造出來的副產品 玫瑰甘露就會用來做化妝品和香水 但千萬千萬沒有用商業用的花 在家裡浸水就想著用 因為用了很多農藥來保持它這麼完美 真是真是不要搞 而玫瑰果實煮熟了之後就可以食用 可以用來做果醬、啫喱、湯和茶 有很豐富的維他命C 吃三顆就用來吃一個茶這麼多 但記住就不要生吃 因為它的種子有類似生藍的化合物 不過煮熟了就沒問題了 講完玫瑰 那究竟它和情人節有什麼關係呢 除了因為玫瑰代表愛情之外 有神話故事的加持 和單純靚和香就令它成為了寵意 但是當中國玫瑰未傳入來的時候 一年開得一次還要是六、七月才開 那二月十四送什麼? 水仙還是蘭花? 難到那時候沒有Fantime's Day嗎? 本身這一天就是用來紀念一個在296年2月14日 宣教的神父 有傳說說她因為秘密幫情侶結婚 所以被判絞刑 也有說她在羅馬天主教帝國裡面 信奉基督教所以要殺死她 誰真就沒人知道了 但是就在幾百年後由羅馬主教追封為聖Valentine's 2月14日就是這個華倫天奴的紀念日 所以玫瑰和2月14日本身就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因為玫瑰代表愛情 而在當代有先進的冷藏技術的情況之下 加上非常蓬勃的物流 那就可以在其他地方種圓運過來 更加因為玫瑰比起其他植物 在不斷運輸的情況下都不容易弄爛 又砍箱又搭車又搭飛機 都可以很完整地送到目的地 所以在商業目的的方向下 你在2月14日買玫瑰是一件多不浪漫的事 而你也要死死地氣地買一扎 明天就會便宜幾倍的花 因為社會定型這件事真的沒那麼容易改變 你問我究竟送什麼好?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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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